好当天三次国小的孩子在三只农会的带领下 是来到了甘薯田中感受丰收的喜悦 而学童们是要连接社区将部分的地瓜 送给制成综艺工的共餐活动 希望送给阿公阿嬷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在暑假期间三只区的三只国小 在三只农会的带领之下种下他们的甘薯 今天收成的日子再度来到田里将甘薯采收 而孩子们除了在今天感受丰收的喜悦之外 还要连接社区将部分的甘薯送给制成综艺工的共餐 希望把刚采收的地瓜送给阿公阿嬷们 要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二年级 那你今天来干嘛 挖地瓜 你今天挖了多少 很多 很多 今天好玩吗 好玩 因为我喜欢挖地瓜 跟第一次是完全都一样的 一样的喔 对 那你今天挖了多少 很多啊 那边有一栏呢 一栏栏都你挖的 没有 是我跟同学努力合作挖的 我们这次是跟三只国小这边事件会来一起合作 那做一个所谓的种甘薯送艾西这样活动 那就是今年暑假的时候他们来这边种 那今天就是他们采收日子啦 那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 把他们的这个种甘薯 因为其实采收的甘薯也不是真的很多啦 但是把他们的心意 送给我们那个自然堂 这个营法俱乐部这些老人共餐 让他们来共享这边小朋友一起来做的活动 然后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小朋友说 他们自己种的东西怎么样收成啊 我想最主要是遇教于乐 采收的季节三只农会也再次来到甘薯田里 协助小朋友们挖地瓜 三只农会表示就在校园附近的食农教育 是都市中的孩子少有 而三只的学生可以就近感受 种地瓜采地瓜的乐趣 甚至将丰收的喜悦要分享给社区来做公益 这也让食农教育有了更多元的学习 每个月的初一跟初五 有做一个长辈以及平安餐 还有一些贫困的家庭 都可以来吃那个平安餐 那今天非常荣幸 我们三只国校这些小朋友 送了一些番薯 给我们这些长辈来做个家菜 然后共同来分享 他们一路走来 其实在我们综艺公后面真的很棒 那这个活动呢 就是我们小朋友从那个种植开始 种植甘薯开始 那这个部分就是让他们做一个农室的体验 那其他就是相关的一些 种出来的作物呢 就是大部分小朋友都会带回去 做进一步的可能 做进一步的农 那个食物的处理 可能会教他们做一些 跟甘薯有关的一些 那个食物 那我们会留下一部分呢 就是跟我们社区做一个连结 那送到我们学 那个社区附近的可能老人的共识站 让他们做一个食物的补充 食材的补充 采完地瓜后 孩子们带着地瓜走到校园后方的制成 中鱼工 趁着新鲜要赶紧送给阿公阿嬤们 共餐使用 而中鱼工董事长也相当感谢孩子们的爱心 让每个月初一十五的两次共餐 能够加菜更加丰盛 让长辈们的每一口饭菜都营养 还有孩子们满满的爱心 记者大屏和三只采访报道